中国从俄罗斯买的苏-35最后一批,已经到了中国,这批战斗机的性能一直都很好。 专家表示,这可能是目前中国跟俄罗斯最后一次战绩购买,如果还想再次购买的话,俄罗斯必须开发出让中国认可购买的战机。 苏-35战斗机,是多用途战斗机。 其实很多年前就有闯言说,中国要购买俄罗斯的苏-35战斗机,但是对于购买数量两国一直都处在商量之中,最后达成协议购入24架苏-35战斗机,现在他们都停在军队的飞机场内。 俄罗斯向中国售卖的是自用版的苏-35,其的性能没有任何删减。 中国购买苏-35,是为了巡视南海运空安全。 而最新生产的苏-35外形非常简洁,其他零件都做了隐藏处理,减少空气阻力,使飞机更加灵活地在空中飞行。 新版苏-35更换了新的动力系统,武器系统和航电系统,甚至包括座舱设计都改良了。 所以,新版苏-35与以前相比抗干扰能力增强,探测地面距离扩大,且大量增加。 而且动性、加速性、结构效益、航电性能都得到了提高,例如战斗机鞋大量增加,就意味着可以多带些爆炸物,像苏-35就可以携带将近1500公斤的各种空对空导弹。 最新版的苏-35,当然要来生产它的国家效力,俄罗斯已经将这新版战斗机投入到空军进行使用,其实军事演习或者剧烈师也可以使用,用来展现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达到震慑的效果,再加上俄罗斯最近跟乌克兰即将发生第二次冲突。 而启用苏-35是实在必行的,所以说战斗机的研发是要加大力度的,战斗机的质量也决定一场空战的胜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